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老杨私房查 这是凤凰单从 而且呢 查了质量还不错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好了 我们谈谈错别制 网络错别制 打了一场游击战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当局很紧张 要准备整治 另外一个更紧张的 大家已经知道了 精工资料的事件 究竟说明什么 不是知鸟 是知了 馋 我们都知道 上海南京路上 有一座雕塑 那最近频繁被转在的 社交平台上 作者呢 是李刚 李刚 他是2014年就创作了 这个雕塑作品 摆在了南京路上 雕塑人呢 非常像莫言 作家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 眼睛闭着 嘴巴抿着 居然这个人物 没有耳朵 眼睛呢 也是鼻子是扁的 传递的信息很明显 莫言 莫看 莫听 莫闻 四莫 过去反映 这四莫三莫呢 是三只星星 这很典型西方人搞 三只星星很占地方 这是龙塑从一个莫言 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络的这个文字的监控 现在到了惊弓之鸟 卑弓蛇影的程度 很奇怪 这就跟四个字星的说法 不太一样 最近呢 有一首打游诗 四处的传播 打游诗的作者 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 很快不到半个松头 就删去的帖子 这个作者是上海 一个资深媒体人 所在的单位呢 很讲政治 立马对他进行行政主观 要他做深刻检查 以做警戒 根据网上传出的截图 上海文广新闻媒体 传媒集团的电视新闻中心的 社会新闻主编记者 宣克林 是林吧 宣克号 宣克号 何炯的炯 宣克炯应该是 这个音我可能再查一下 那么他在个人的微博 写了一个闲资料 太烦的打油诗 这诗很短 内容很短 现代诗 闭嘴 说你呢 高高在上一片瓜草声 平天几分的草乐 自以为聪明 肥头大耳 土对你这乎五年以上 才爬出阴间 却只会用屁股 唱夏日你的战歌 不知人间几苦 酷暑 宣克炯 智 智了 那么这位宣先生 是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电视新闻中心的 社会新闻的主编 是记者 有关的通报是说呢 就有关了 龙媒体中心的记者 那么他的这个截图 而且这个截图 来得很及时 舆情通报完了以后 马上 分管台的领导 中心舆论舆情工作组 高度的重视 立即致电这个记者 赶紧 删图这个微博 但是这样他自己已经自动把它删除掉了 迅速了解何时的有关情况 把有关情况 向有关的党委 上级部门做了汇报 他个人陈述 他有乘跑的习惯 坚持两年多 也不长 是7月15号 就是7点43 很具体 他的小区 跑道不跑 但是呢 资料乱叫 叫得他很乱 很烦 最近又闷乐高温 他就写了一首位资料为题 乱叫为题的打油诗 发在他个人的微博上 30分钟以后 发现有网友评论 可能有人去举报 说你这个是不是呢 含啥事儿眼啊 他很紧张 赶紧赶紧把它翻走掉 那么这里面 其实呢 整个时间很短 30分钟左右 但是相关信息被有关部门截评 经群群 群群呢 传播 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呢 他的所在单位 就对他进行了 严肃的批评教育 他自己本人也认识不够 冲动之下 发表微博言论 做了深刻的反思 哎呀 而且有知名度 而且很资深 自己以为发表这个东西呢 没有什么东西 是生活感想 没曾想被人家 做了很多的联想 他认为这个不应该 自己也 政治上不成熟 那这里面怎么处理呢 第一 对这个当事者进行严肃的批评 那么要求所有的记者呢 包括他个人 要学习有关的准则 有关的规定 而且要求他的本部门 全员做出深刻检查 第二呢 开始重申了宣传纪律 四个议师 两个确立 要往上往下言行 一定要注意 很有意思 这个事情呢 现在还在海外的一些媒体发酵 首先呢 尽管当事人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对资料的打流失 很可能给自己惹上麻烦 马上做出了删帖处理 但来不及了 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无处不在的监控 已经截图 并在有关方面反映移情 这显示什么呢 显示中国大陆现在这方面呢 发展这变化很快 移情就是言论监控 无处不在而得效力提高 这是第一第二 作者本身的政治敏感度 还是太高了一点 导致了打流失 被自己和其他人 无限上纲上线 而因此遭到了严肃批评 而且要责令深刻检查 那么他呢 认识也很快 认识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敏论不够 把握意识不够 没有把关 冲动之下 对资料写了一大堆的闲话 然后呢 没办法 作者自己本身的这种深刻检讨 做实了有关部门 对他本人的怀疑和猜忌 所以呢 这也算是不大不小 文字祸 没有办法逃避 第三 这个记者所在单位啊 现在真的紧张的要死 看得出来 惊如惊弓之鸟 更像悲弓蛇一样 紧张的过渡 我们不能说他叫小题大作 在那个新闻传播这个领域啊 特别强调党的宣传具体 但是呢 我感觉这个部门 也是采取的避险止血的危机管控措施 有算是呢 有惊无险 高高举取 轻轻的方向 第四 现如今 惊弓之鸟 已经变成惊弓之鸟 让人 有点啼笑皆非 不知道你们吃过 没有吃过烤之鸟 很香 六十年代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资鸟比较多 肚子饿 经常的烤资鸟来吃 没曾想到资鸟还惹这个货 惊弓之鸟 我们说是 啼笑皆非 你自己愿意对号入罪 这真的是 未为奇观 高高在上 自为聪明 回头大耳尺 或用屁股唱 吓入你的战歌 不知人间几苦 酷暑 等等这些 原本 无论是谁 跟谁 无论是伟大领袖 生斗小命 丝毫不搭嘎 他就是资料 烦死了资料 现在好了 你对号入罪了 你对号入罪了 这个东西就被外面很多人借题发挥了 所以对号入罪这个事 有点笑话 我想起了温家宝 以前的一段往事 是2010年的12月39号 他召开了国务院的一个会议 决定实施天南林的资源保护 二期工程 第二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头雕 报道了新华社通稿 转版转稿的时候 发现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写成 把温家宝三个字写错了 一个字写错 写成温家室 这个事情引起了热烈讨论 外国媒体也跟着报道 这个人民日报听说有17个人 包括直报值班主任 政厅级降职印刷厂副厂长排版设计 看大样17个人被处分 后来听说温家宝听说有这个事 还专门写信要求报社 对相关人士宽大处理 这个事情最终没有人得到实际的处分 温家宝本身对这个事认为 没什么环境这错 以后就认真注意点就行了 我们知道这个文字域的问题 有时候的意志之差 意志之妙 但是最后我们感觉到了 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现在这方面的监控是很厉害 而且有智能系统的监控 因为智能系统监控 很多人就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 就会把很多字做了一些便译 用错别字 用代号 用英文字 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但是现在已经打响了一个游击战 网络的错别字的游击战 联合早报 黄晓芬也有这么说法 也就是说当局对这种错别字 他头很大 因为智能系统也观察不到 你想说什么 当然现在很多妙不可言的代用词 好了 那么现在就是各个网络媒体 开始要严调查清理整顿 这网民也有很多的讨话声浪 有关中国舆论空间不断收缩讨论 因此又出现了 也就出现了 所以呢 对不少网民来讲 这不是语言管理 而是舆论管控 所以部分网民认为 是平台审核过言 才导致网民大量使用破约字 也有网民讽刺网络平台 说我们言论自由的很 就两点不能说 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能说 不能说太多了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么一个大背景 大环境 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的顺利召开 这是无所不用其机 就是天罗地网 天天闲不住 坐不安 惊崩之鸟这个事 出现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也不是个偶发事件 它的出现呢 就出以 而如此这般被高度的政治处理 真的很多人在问 这究竟说明什么 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 刚刚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他只是在自己的微信上 写了一句 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立马就被禁言一个月 这年头 回头大尔啊 什么之类 哪有这样的 三军啊 这个将帅无能 累死三军 哪有这样对号入座 这种对号入座 诗诗路寇 真也算是千古奇观 这是二十一世纪了 还有这样的奇奇怪怪的文字 也正是百师不得其姐姐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